而高雄則是有一名外送員送餐的途中 他發現有名騎士摔車倒地受了傷 他停下車來協助 同時叫救護車 由於證明傷者是一名鷹雅員 是無法說明情況 外送員就留在現場持續幫忙 直到傷者送上救護車送醫 算他外送餐點因此延誤 他答辯話向收費者說抱歉 外送員騎車經過人武城關路 看到一個人倒在馬路上 機車則是滑行到前方的慢車道 他立刻停下車關心 老翁手部有明顯紅腫無力起身 外送員將他扶起 坐在一旁休息等待救護車 傷者卻突然流鼻血 手這邊 那個有點脹起來 可能有撞到骨頭 然後腳跟鼻子 老翁疑似自摔受傷 由於是一名鷹雅人士 無法說明 外送員陪在一旁協助 耽誤了送餐時間 喂 你好 我是熊貓 不好意思 你餐點我等一下送到 因為我在路上 他會有疑惑我先幫忙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名外送員直到老翁 上了救護車才離開 他平時四處送餐 幫忙車禍傷者 已經不是第一次 也因為他的熱心助人 讓台灣的街道 又再次出現 溫馨美麗的風景 記者黃耀明高雄報導 音樂 地方 東京 保重 風景 海港 西融